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的贵宾 那第一位呢 他是民进党的前秘书长 罗文嘉 阿嘎你好 嗨 红毅 大家好 好 那阿嘎呢 就带了他的公子 他是 阿嘎都叫他罗小弟 他的本名叫罗义恩 义恩你好 你喜欢我们叫你义恩 还是叫罗小弟 我都可以 罗小弟可以慢慢把他抛掉了 对不对 长这么帅 就大家还是习惯叫罗小弟 对呀 可以交女朋友了 哈哈哈哈 交过了交过了 快交过了 会腼腆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交过交过 好你要不要跟 这个观众朋友说个哈喽 罗义恩大家好 我是罗义恩 罗义恩 义恩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罗义恩现在就读学校是热智学院 今年14岁快15岁的 好 这个以国中学智来讲是国中二年级 对 好 要 那为什么今天邀请阿嘎跟他的这个公子来呢 最主要是我发现在公事啊 客家台有一个太好看的节目了 他叫节目呢叫做带爸爸离家出走 那这个主角就是两位 就是罗文嘉跟他的儿子 那由儿子带爸爸离家出走 说的离家出走不是真的离家出走 就是说两个人出去有一个活动 参加一个活动或者是露营或者是什么的 去买菜 这样子来这个亲子之间对话 其实那个好看 平常有跟爸爸这么亲密的对话吗 没有很亲密就是可能会一般聊天 一般聊天 对 好 那我先这个请阿嘎来介绍一下 带爸爸离家出走 这个公事客家台的这个节目是怎么发想出来 其实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我 也不是来自于罗小弟 那时候刚好是公事客家台 他们通过一个企划一个导演 那个导演叫黑糖导演 他也是拍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黑糖导演真的很黑 然后他一直想帮台湾做这种 青少年儿童节目 是自制节目 而且是实境节目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喜欢露营 喜欢野外活动 所以他就提一个企划到公事 后来通过之后 他们就要找真正的主持人 就是来拍实境拍的人 对 就发现不好找 找主角了 对主角 找真正的父子 对 然后就刚好有机会他看到我脸书 因为有时候脸书 我会写一下我跟罗小弟平日的互动 他心里想 看起来这些父子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那就想说后来透过一个朋友说 给我见个面 然后说有个节目想听我的意见 我想说听我意见 我当然乐于分享意见 他都做完个简报 甚至讲完 我说我就觉得不错 这节目蛮有趣的 然后他说我想问你 你跟你们家卢小弟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来宾 我们来宾一级 不是一级 八级 对我来讲有点讶异 后来我们说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要考虑孩子 他要念书有功课要不要花很多时间 第二个更重要是他就会隐私就没了 就曝光了 对我曾经是个公众人物 我知道公众人物其实有公众人物的 这个不自由 红衣应该非常非常了解 我觉得是个负债 所以我想他在他那么小的时候 还在成长 对 这时候要让他变成 人家看到的 你敢是罗文真儿子 你就不能够随便吐糖了 我跟你讲 那我会想的比较多 而且这可能就会影响他后面 人生不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我不太敢答应 那当然我们跟导演讲说 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尊重孩子的意见 对对 那回过家来一跟他讲 说今天有个节目 他说他第一个反应说 好啊 走啊 走到路 很爽快 大概没有到几秒 0.5秒 这个疫苗就直接说好 就做决定了 那我觉得他是因为不懂 不懂 就吹得好玩 还是说可以不用上课 还是说他就答应了 那我当下慢慢给他解释 这可能会对你产生的影响 那甚至你很多人认识之后 就好像刚刚宏仪讲 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指指点点 你做一些其实不太雅的动作 或是不太乖的行为 所以人家会有放大金 而且以后交女朋友 那个女生的家长说 哦他爸爸罗文家 嗯 对 本来 本来其实 有可能啊 对 本来他作为我的孩子 就有一些可能的负担了 那加上你又浮上台面被认识 是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有一些 不小的压力对他来讲 所以我必须跟他讲清楚 未来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对 因为这会影响他 对 然后他就一副 没关系啊 难道是你怕了吗 出生之毒 对 那后来我觉得我换一种讲法 跟他讲说 即使这方面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你要克服 嗯 就是一旦拍了之后 你答应人家就好好做 对 你不是答应人家拍了第一集 嗯 后面你就 不要了 耍赖了或放弃 我都不能中毒办放弃 这事情就是 而且他会长达将近快一年 嗯 要去很多地方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 你可不可以 你答应了你就一笔把它做好了 你这是很好的教育 没有 我觉得要必须要知道 他讲了很多啊 我就 就这样 听了好好思考一下 我大概思考大概5秒 好好拍吧 思考5秒 我觉得就是拍就是 你学习这件事情 那你就去走 我觉得没差 就是 你看我爸是公众人物 我妈也是公众人物 对 我姐可能一半也是公众人物 那就差我啦 那我就 那我也上来 我也是公众人物 你也想走出去是吧 当公众人物 你本来就好像 全家都是公众人物 你也喜欢这样吗 我觉得不是喜不喜欢 就是一个体验 不是体验 就算体验可能一次 公众人物 但是 其实你上来就上来 就没有再下学 对对 那收不回来的 对收不回来 那我觉得就还行 就是现在也没有 我学校的同学也是 就说 影片很好看 或者给我一些意见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回馈 对 希望有第二集 现在已经拍 几集了 八集全部拍完了 播了三集 三集了 对 马上 这个礼拜天就是第四集了 对 那播出到现在 对 播出到现在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我同学都说很好 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意见 说你这样 这个字可能要改掉 可能 中国用词 或者是一些 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完善的用词 或者 讲话是含着炉弹 之类的 讲话 或者讲话太快 等等 他们就给我一些意见 或者说收到了 那可能 如果收视率好的话 可能第二季 可能会更加努力去做 还有第二季 搞不好会有 收视率好的话 我认为收视率很好 我觉得你们那个 父子之间的对话非常好看 靠观众 非常好看 对 同学有没有讲到你爸爸 有些同学的爸妈 比较热烈 就是可能他同学 他们爸妈会影响到同学 就可能说 知道我爸是谁 他会去开家长会 家长会的时候 很多家长就 好像是政治人物 好像是什么姓罗 姓罗 然后同学就可能 跑过来跟我讲说 你爸是罗文家 或者你爸是不是姓罗 我说对啊 怎么了 他说我妈很喜欢你 或者之类的 对 等等就是可能一些 大家出去外面 可能老师 或者是路人 就会说你是罗小弟吗 之类的 因为他常常发我的文 那可能到公园 或者是到哪里玩 可能就会问说 你是罗小弟吗 或者是怎么样 可以给你拍照吗 等等 现在已经有人找你拍照 之前 他还没有上节目 还没有拍这个节目之前 对 就已经有人会问说 你是罗小弟吗 或者是问说 你爸是罗文家 看过这边 很多人都说 Facebook看过你 或看你长大 那就这样吧 我觉得就是 还好啦 就是习惯了 别人想说 那就上来就上来了 耶 这个 阿嘎 他们现在 带爸爸离家出走 已经播三集了 那这个礼拜第四集 我跟大家讲 真的蛮好看 这种父子间 要愿意在镜头下 这样子 互动 生活 然后对话 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 观念的传承也好 或者是沟通也好 其实我觉得不错 对你来讲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就是拍这个也是知道 你幕后 就是你原本一个节目 你不知道后面都那么辛苦 那你自己去体验 你就觉得不错 就是体验一个演员的概念 就是演员概念 就是说你怎么 就是原来这个拍片 其实你看 假如YouTube上面 或者一些公式节目 50分钟 那拍了三天或四天 或整个一个礼拜 一个月甚至一年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的 体验你就当演员 是多累或多辛苦 那体验之后你就慢慢学习 从一集变到八集 越来越好 那个是技术面 就是要你们50分钟 是不是还是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要拍多久 三天两夜 三天两月 但是在那个 带爸爸离家出走 那个 这个应该算是什么 实境节目 实境节目 对 在家里面你们两个互动 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 有时候还是会 比较特 就特地去 好 那这导演可能会说 那你多嫁一下这个 或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没有吵架 有啦 在第二集的时候 有吵架 但是他就 因为那时候我很怕虫 那他可能就会很生气 去采用一个工薪菜 对 你会好好工作 对 就是有时候就是 他会把自己当成导演 他会想要尽全力的把这件事做好 那你会觉得很烦 我们演我们的 我们是实境节目 什么叫演你们 演你们的实境 我们 有些我们去做我们的 那有时候他就会演成导演 就是自己说 你这个要做好一点 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什么都要做 我就回他 他说 你不要自己为导演 导演说什么 就是导演说什么 你说什么 算什么 就是 导演就是你要 各位导演你又不是导演 你在讲什么话 你没有发言犬 在导演面前 什么叫做他没有发言犬 他是爸爸 我知道演员有发言犬 那我是他儿子 我要听 但他真的有时候讲话真的很烦 他会一直说 他会一直说 你这个要去做 你要做好一点 你要让拍的整个完美结束 我说好 我知道 隔天就在讲说 你要拍好 好好拍 不要惹我生气 这东西要做好 这东西要做完美完整 那为什么你这么烦 不是他一直讲 当然烦 每一件事情讲 大概五六次 五六次 OK 他希望把你教好 我知道 但是就是 但是不要讲那么多次 讲一次就知道了 你当导演 我就知道你当导演了 你讲那么多次 你当导演 可是爸爸 爸爸五六次 就希望修说拍得好 我当然 我们演员是 当然希望拍得好 对 不用制作当导演 太累了 那你在家会吵架吗 通常是由妈妈来吵 像说我们现在有分国 分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对外声称 或者是跟家人方面 我有举例就是我是台湾 他就是我妈是美国 他就忘记了 本身一个国家 然后可能 有时候是爸妈打 或者是有时候 不是真的打架 就是言语上 可能吵架等等 那有时候是他们两个联工我 或者是像 像有时候更惨 是三个都在打 三个一起打 三个都吵起来了 对三个都一起上来 像有一次我惹我妈生气 就我打我妈 那个所谓的打是言语上的争辩 不是打 我打我妈 我妈也打回来 然后他就请我爸帮忙 就两边夹攻我 我就挂了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是 你会觉得 一天妈妈没有念你 你会觉得有点怪怪 你会特意去挑衅 妈妈没有念你 你刻意去挑衅 有时候你会觉得怪怪 像一个礼拜之后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不太念我 我不太形容 好像怪怪 好像他不理我 主动挑起战争 结果一战 哇塞 我就掰了 那什么东西最容易挑起 其实就是东西没放好 就是我可能瓶子 杯子都放在房间里 然后他们就去帮我拿出来 然后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把瓶子拿出来 所以你讲的 从国小讲到现在 我都还没拿出来 这是宝特瓶吗 没有 没有那种马克杯 马克杯 我们家不用宝特瓶 那你喝完了 但是你就没有收回去 我就不想放到厨房 就放在那边这样 反正还可以 你放到那里谁收 有时候我会自己 这放了多久 好自己去收这样 我也想说 我就觉得说 我的东西我自己去收 那我要多久收 那就觉得没差 就是可能我房间 我自己去管理 可是妈妈觉得那不卫生 她觉得太脏 她觉得太脏 喝完牛奶 放在那边放那么久 会不会花臭 那你如何把妈妈激怒呢 她就会把她激怒 她就激怒 她就怒我 有时候谁激怒谁 我激怒妈妈妈 那你怎么把妈妈激怒呢 我东西没放好就算一个激怒 这样子 然后不听她的话 丁嘴 丁嘴 就她讲一句 我会回一句 那你怎么顶 假如她说 她说 我想一下 什么 学校什么功课没有做好 我就回她说我有做好 因为她 我讲的话就是讲整句 我回就是有道理的回 我不会无道理的回 无道理的话就是无脑回 我不会无脑回 无脑回就是那种 比较一些不好的人 就是比较没有 知识 不是没有知识 没有 主见的人去讲的话 那我觉得 ok 我就是有知识回 我就回你说 我有证据 我有拿书 我有读书 我有写功课 那你不信我 我没差 反正我有做 我自己心智肚明 然后她就会找她 她说你看儿子又讲你 然后她就会找我说 你可以不要顶你妈嘴 我说 我没有顶我讲事实 她就会说 你妈不高兴啊 你要 你要惹你妈生气吗 惹你妈生气 我心情就不好 我说 还好啦 然后她就 她就跟妈妈讲 妈妈就很生气 你还听她的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两个要打 妈妈一个 妈妈就打的 妈妈一定打的 那么大 那么大 就是她的 潜威 潜威比较大 所以就 姐姐有时候也会 找到台风尾 有时候是 姐姐回来 姐姐被骂 我不知道 我无缘无故 也跟着被骂 就姐姐回来的时候 可能台风尾 导弹一颗过来 我也 就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那我也开战 打到我 我不可能不管 对啊 有时候是我跟姐姐 打他们两个 对 OK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罗文嘉 前民进党的秘书长 那她现在是 你现在是开民宿 跟开水牛出版社 水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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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那游戏里面你有一个商 开民宿 农场 农场 她不想接啊 她说她也会把他卖掉 这个是公关话 这事实上其实就是 好我可以接 那看他要不要给我 看他要不要给我 我就是把它整理好 然后继续经营 然后赚钱 不会乱搞 有观众作证 他们不会乱搞 以后都在云端 一万年都不会消失 对啊 你觉得爸爸懂不懂你 我就算懂啦 就是可能 一般沟通 或者是一般 互动的时候 他就蛮了解我 妈妈懂你吗 懂啊 都懂 我家人都懂 我姐也是最懂我的 姐也最懂你嘛 那刚才你觉得你懂他吗 我觉得我很了解他 有时候常常我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 我不想戳破 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曾经青少年过 对对 给他一个台阶啦 对 然后我通常是有个底线 我会让他知道这个底线 你不要踩越界 嗯 第一次越界可能没有问题 到第二次第三次越界的话 我就会提醒你说他不要越界 那在那个大范围内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 要让他自己自由发挥 嗯嗯嗯嗯 所以他 我觉得他的自由度应该 算蛮大的啦 对 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怕菜虫啊 那个虫真的太恶心了 真的 那个虫组一组都可以吃耶 那是蛋白质耶 我这个人怕昆虫 蟑螂 其他猫狗大型动物我就不怕 真的喔 我觉得太恶心了 你是受了什么影响 那么怕虫 你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种田 我们都要晚上喔 都要去摸 用摸的 因为晚上看不到嘛 啊种烟草 烟草都有虫 我们用摸的把他 要把他捏死捏破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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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这样捏死 你知道吗 因为喷嚨药没有用 因为他都躲在那个 树干跟树叶的中间那里面 要去把他按死 那你怎么办 如果做这个工作 我应该不会去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要换三餐啊 这个节目叫带爸爸离家出走 我们改成带妈妈离家出走 可以吗 如果带妈妈 这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不是带妈妈 带妈妈一定会就是直接 我可能原地归西 就是可能 归西 归西是一个现代游词 就可能直接上西天这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很容易生气 那可能拍三个小时 或者是拍 大概两分钟 他就可以直接说我不录了 谁不录 你不录 你妈不录 他就会说我不录了 或是他会录完 你要讲好 因为这个节目回去 妈妈看到以后 好 我就跟你录 前八集叫带爸爸离家出走 后八集叫带妈妈离家出走 他不会 他可能表面上 录一集 好开心喔 回家就开始骂 我说什么 啪啪啪啪啪啪 开始开战了 然后我爸就会说 你自己要录的啊 他可能会这样说 你说谁 我看他要不要帮我 爸爸说会 他可能帮我说 你自己要录 你自己要答应 对 他自己反悔 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特别想要找妈妈录 我觉得找姐姐录还不错 那姐姐可能也不会太理我 但姐姐 离家出走 这个没有可看性 因为你跟 通常兄弟姐妹感情比较好 比较没有 因为上对下 要把她交好 但我们其实跟我姐差七岁半 其实我们 姐姐没有那个责任义务 就要帮她 对 带爸爸离家出走 带爸爸离家出走 你试试看 算了吧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改一集 第一集 前八集叫带爸爸离家出走 好不好 后八集我来建议这个 黑糖导演 叫带妈妈离家出走 八集 哇那拍的蛮艰苦的 蛮艰辛的 会 可能会 那拍的过程不顺利 可能会 那才是真实啊 那个真实 过真实 过于真实 会怎样 会怎样 我觉得 他会有风险 风险 可能如果 跟他拍的可能风险是10% 那跟妈妈拍的风险可能90% 那个才精彩啊 那才好看 那才是真实的实境效 那个实境节目 真的会不能播 那实境节目会不能播 真的吗 对 然后我们再八集是带爸爸妈妈离家出走 带爸爸妈妈还行 为什么 可能性就比较高 因为有爸爸 对有爸爸 能圆了那个战争 所以爸爸很重要 你这个爸爸很重要 对我这个爸爸挺重要 为什么 有时候是他惹妈妈生气 那我就会 假如他打妈妈 突然打 那我就会去帮他 我们两个互相援助 你们同一国的 有时候会 有时候妈妈 跟他讲我的事情 他就会偷偷跟我讲说 你要注意一下这事 我就会注意 有时候是他惹妈妈生气 妈妈不开心 然后我就跟妈妈聊天 讨他一些话 嗯 然后就跟他讲 回来偷偷跟他讲 对 偷偷通风暴行 通风暴行 对这样 我们是连手 有一次我记得 不知道怎样 我可能跟那个斗嘴 我跟妈妈斗嘴 他后来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少讲几句话 叫你啊 对 他们俩在吵很吵 我在睡觉 我隔天起来 我隔天晚上跟他说 你不少讲几句话 这样你只要很吵 我说你只要少讲几句话会死 我说 你不讲话 被他念一念 就过去了 反正我妈是一个 几天 他念你 他很生气 大概一两天 他把他自己 他把他自己守在房间 大概一两天 他就好 好开心 我跟你一起吃饭 跟你一起聊天 对 真的是这样 他每次都很生气 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可是一定会做到的人 他每次都说 他每次都不会做 你在说妈妈 所以他就根本不怕 他根本不怕他 他觉得他就是一眼就看穿他 所以越是这样 他就越容易去故意去激怒 我有个比喻 爸爸是雾面玻璃 妈妈是透明到底的玻璃 哎呦 看不透 雾面玻璃 雾面玻璃 有一点 就是你看得透一点点 但没有到很明显 妈妈是 好好给你看 你现在可以看到对面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到他那种 你可以 假如他这个人在这边 你可以透视透视过去 你看一清二楚 哇你好厉害 意思就是 你看他就是 就是反正一清二楚就对了 哈哈哈哈 那爸爸妈妈会很在乎你的成绩分数吗 嗯 他们还好 嗯 他们就是不是全亚洲家长 他们不会太去在意 我的分数 就是可能 我考了四五分 对 那他们就 十五分 四五分 满分是十分 满分是一百分 满分 他讲的是事实 我看你充满一块 什么 什么科目 有一次有一次 嗯 数学 数学 那有时候我考了四五分 那他就会跟我说 你回家有点 有一次鼓励的话 爸爸说你家有点 爸可能会就给你鼓励 嗯 妈妈也给你鼓励 对 有时候那你 考四五分还要鼓励 他们不会去做一些严厉的手段 嗯 他们会去用鼓励的去方式来跟你说 你要努力 嗯 你要去做 那种念的方式来代表 我们对你 我们还有对你有救 你没救他就不会念你 对你有救 他们常常跟我说这句话 就是说 我们念你是在乎你 不念你表示放弃你 嗯 这句话常常讲的 然后考四五分那一次怎样 四五分就是 他们就是 就跟我说你要努力读书 要不要帮忙 我就会说 因为我自己心里是说 学校功课 其实不喜欢你们帮忙 那我现在走到这个学校就是觉得说 虽然我被当很多科 但是 还是会有努力去想说 不要让爸妈麻烦 他们就做他们的 我能自己去 自己去读 自己去写 自己去弄 那我自己弄完 交给老师 让哲学习分数好看 给爸说我其实可以自己做到 对 这样的很好 像他常常就说 对人需要要帮忙 我说不需要 他念到 气息 他就说 你个怪 我不教你国文 之类的 那是很生气 对他突然很生气 莫名其妙就突然说 你出来 坐下 然后读国文 然后读个半小时说 你看这样是不是有效率 是很棒 你自己读有没有效 没有效 考试考那么烂 你自己读 你看我教你 不用不到半个小时就教好了 我心里想说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你就先把我拉出来 先骂我 然后之后再教我 搞什么鬼 他为了你好 我知道是为了我好 突然 有一天你我在写功课 他会比较有效率 你自己讲 有效率 但突然有一天你在写功课 打字打到一半 叫你出来 什么事 那时候你就有警戒心 就可能捣蛋了起来 准备发射 结果没事要收回去 真的是 会让别人觉得 那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绩 我目前成绩的话 国文还OK 英文是目前是第二好 那我的社会 就是公民历史地 是最好的 那我就是目前科目是最好的 可能就是目前可能抽问题都会 那体育是 如果体育不算了 如果那个叫什么 主科是国音宿舍制 那社会最好 英文第二 自然第三 其他就不用算了 其他就不用算了 那外科的话可能 数学呢 数学 就最后 我真的数学没办法 我数学太烂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然后 因为体育算最 我是我们 不能说我们半 就是可能最好的 所以我在我体育方面 就是体能方面是最强的 然后机器人 可能外科 程式设计为OK 对一些 只要不是学科 累的 其实我都会 对啊 他刚会担心儿子的成绩吗 我正常是不会担心 但他 你说四五分 你会不会担心 四十分 你会不会担心 二三十分 你会担心 数学 有啊还是有啊 选择题 有啊选择题 选择题 都把它打 A还 A四五分都是填充题错 OK 我有一张考卷是全部都填充 我对了两题 其他全错 所以 他因为就是 我常常说 没有要求很多嘛 及格就好了 对 所以 我只要他及格 他不及格 你真的还是会担心 嗯 因为明显的他在 这方面的学习 落后 对 同才很多 我也不是觉得重要 是 而是 你不要差太多嘛 对对 或是说你比别人慢没关系 我常常跟他说慢没关系 但你最后还是要跑道 对 我们慢一点 人家花 呃 呃 多少时间你给他double时间都没关系 重点是好好的学 嗯 重点不在那个成绩 是 而在你有没有学到 真正 这变成你的东西 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刚才来之前 还说 我说 行行出状元 要在计程车上 我说每个每个行业都可以 是啊 但重要是每个行业 你都还是要 有一点 你要学习 要考量 要学习要知识啊 所以这是代表把你家出走 其实我也把它当成 一门客在学习 嗯 从参与他在讲 我看着他 他从一开始 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拍节目 什么实际节目 什么叫 到第八集结束 我觉得他进步很多 那这个就是个学科 这是非常好的学习 从菜鸟变到 对 而且这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是 什么叫团队 teamwork 我说你不是以为只有自己 你看到是不是有多少人 灯光 你失败 你失败就重新 那全部人都要重新 重新来 对对对对 你看到没有 就那么多人 每个都是专业 每个人是不是都很认真 我说这个是你 他以前不会体会到 体会到 第二个 什么就是很专注的 把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把它完成 你还看到成功 中途放弃也没有了 我觉得在这两点上 坦白来 我觉得这个学习 以学习来讲 我觉得他 确实成长 我也给他说 你看大家 你拍完之后 八集跟你一起工作 这群团队这一年来 最后 有没有觉得 不要说节目拍得好不好 他对你这孩子 他喜不喜欢你 喜欢 对 那觉得你有没有认真 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有 那就是 我觉得社会就是这样子 他也许成绩不是那么有 但是我觉得 那个人的感觉 人的品质 我很喜欢 他有一个 他团队中 比如他照顾别人 比如说 那个录音师 很累 他会去帮忙 他自己主动 他不会是那个 臭着一张脸或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看到他 在这种过程中 他的优点 我是看到他去买东西 买东西那还好 可能就是买东西那还好 可能就是买东西那还好 其实就是 可能卡 导演说卡的时候 那他去休息 那我可能就是主动去帮忙 办东西 或者是 可能别卖的时候 因为后来我比较会了 我就自己别 别人麻烦别人 别人就帮他别 那拉速的时候 攀速的时候 对 我就上上下下来一直玩 然后他就被别人拉上去 对 他是一个还蛮会主动 蛮热情的 对 他是一个蛮热情的孩子 对 而且他会找长辈聊天 他从小不怕生的 他在 他在理法店 100元理法店 他去 可以跟那个 理法店的哥哥 变成好朋友 有一次我经 他 你叫这很重要的能力 他回来的时候 他说今天跟理法店哥 聊聊什么 我觉得他是胡扯 有一次我就看着他 他真的跟两个人聊得很快 这都是超能力 一种超能力 一个大人 我为什么跟这个小孩子 聊那么快 我也不知道他们聊什么 这是一种超能力 没错 这其实算一个能力 他常常跟我讲说 成绩不重要 你只要品格好 就是 你人品好 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 那你成绩不一定好 对 你只要有学会一两科 你只要 专心去学那两科 或那一科 专注在 特定的事物上 人技能力 我觉得你很强 对 我会看到你 会问候长辈 跟他聊天 甚至开他玩笑 你看到那个 连昌蝇的 连昌蝇的那个 那个 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哪里讲出来 昌蝇贴 你问他 我真的不知道那什么 你还问他说这个多少钱 我就觉得多少钱 我完全没有印象 我讲过那句话 他平常 他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妈90岁了 对 他就会主动 90岁 他平常有的打电话就去聊天 这个长辈最喜欢的 对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 我自己小时候都没有办法像他 这样子 但是 有些人很会读书 但是人际关系很烂 很多 那他我想说 OK 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质 他特质就是这样子 对 那其实父母能够陪伴 他成长 学习的岁月 其实是有限 所以我那时候答应 我也 我也把它当做 这八集是我们父子的一个记录 因为现在实际节目记录下来 记录我们这八集做过哪些事情 我们曾经经过这些 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部分 这个以前开朝的皇帝都很厉害 因为那个被称为强人 他能够打遍天下 有些出身很差 但是他有办法打整个中国的天下当皇帝 可是接下来的下一代就越来越差了 这样 强人 你爸也算强人 算了 算了 因为他当做民进长秘书长 他是强人 在外面是强人 在家就是弱者 怎么说 你可以讲 没关系 就是呢 有时候他就比较激测一点 就被妈妈骂 对 然后你就 就是自逃苦吃 那你就弱者 我妈最强就是可能他会管理家里一大堆事情 大小事物 学校就归他管 他有时候就不爽 你需要什么blblbl之类的 他就会 他就会骂我 我说你学校搞这什么 搞那一出搞那出的 搞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学校搞 七下的时候 就是我学校七下的时候 有发生一些事情 那可能就 你在学校的是归他管 对 在家就是妈妈管 你在家要跪妈妈管 对 那旗下可能就发生一些 连环状事件 那他就会很神奇的过来说 你不要这样做 那我就偏偏要做 那他就骂我 我就好好听手 好 不打不打 就有时候会他打我 妈妈帮我 但妈好像只帮一两次而已 其他都是我自己打 或者学校有时候也会开战 就是学校有时候也会班级内战 我也会去参加 我也要参加 有时候就是自己去参加一下 其实就是可能 我去参加学校的那一战 那我要对付他们两个 我兵力一定不足 对 我兵力一定不足 我兵力一定不足 我怎么打得赢呢 好 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佳 阿哥现在开水牛出版社 事实上我觉得 他对小孩的教育 其实是 我觉得你是蛮自由风的 对 其实很不错的 你有这种父母亲很不错的 人在湖中不知湖 我有在湖 你有在湖 还有呢 他的儿子罗小弟罗亦恩 那他们呢 这个何远呢 一个实敬秀 儿少的实敬秀 是在公司的客家台 叫带爸爸离家出走 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七点半 其实因为我刚刚 其实要问的那个问题 因为你妈妈也是个名人 爸爸也是 有没有活在名人的压力下 或强人的压力下的感觉 我是没有 就开心过日子 没有人要打扰我 结果自己的日子最重要 不会被压人 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幸福的 数学考五分 我觉得我会被打 我妈有写文章 叫做 儿子考二十三分 儿子考二十八分 回家说是八十二分 看我考卷快死了 因为你二十八 但是你到处到过来看吗 我是这样 我妈我考八十二 他是说 这次儿子跟我说他要去考试 我希望他考八十二 结果他考个二十八回来 对 青少年 当然每个人 大人都有经过青少年 青少年对性都是好奇的 你现在会好奇吗 其实讲到这个东西 我要加一点 就是我对性教育这方面 我是 其实我性教育 从国小到现在 我都拿一百分 你怎么那么厉害 因为他有时候会上课 上一上就会跟我说 你其实这个词不能讲 我就会很好奇说 这个词为什么不能讲 比方说哪个词 像说性骚扰等等的 我就会去查法条 说性骚扰什么 我就记得说性骚扰防治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就是说 不可以性骚扰别人 如果恶意触碰别人身体 被别人触摸 可能就觉得别人不舒服 那就算性骚扰 那我就知道 这件事情叫做 这个叫做性骚扰 那这我就学会了 然后记得在脑海之后 所以我说不是主科 其实我就记得住了 那 可能 对啊不是主科 其实国音宿舍制 除了社会之外 其他我都 这什么东西我不会 这样 你以为偷看前路也开吗 或者是 不会 我不会做那样的事 就是可能 我们班同学会开荒枪 手机都有啊 我没有手机 你没有手机 我没有手机 我没有手机 我家没有手机 他没有电视 我家没有电视 他也没有手机 我只有电脑 那我那台电脑也烂 快坏了 那他不给我换 那你 你没有手机 同学有没有手机 我们全校 只有三位没有手机 全校几个人 包括我 二十个人 全校才二十个啊 五个女生 其实 七下 就是我到九年级之后 会有更多人进来 这是新开的学校 是 对 在运行中 那你希望有手机吗 我当然希望 可能 比较方便嘛 可以拍照啊 老师可能上课 需要出去 出去那个叫什么 走读 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需要拍照 摄影 然后写新的 那我就跟同学说 同学拍照给我 有时候同学就很机车整我一下 就说不想给我 然后就等于自己上 对 没有我就可能自己上完找照片 或等等的 然后他说 我不能用手机吗 就很麻烦 他就说 不会啊 你有电脑就不错了 我说 电脑是基本要有的 学校就要用到电脑 不用电脑 又用什么 手机就 因为我以前的手机算了 我觉得还好 现在觉得手机蛮重要 那你跟爸爸要求 要有手机吗 有要求过吗 现在我没有特别去要手机 因为他的手机会给我 他什么 他的手机会给我 借我用 我可能就跟他要手机 玩一下 跟同学玩一下 等等 他就给我 你爸妈不容易 很多小学生就有手机了 因为现在幼稚园就有了 哪有幼稚园就有 像有时候那种 爸妈抱baby 还坐在婴儿车上面 都在看手机 YouTube什么 海绵宝宝 什么那些 我就跟他讲 我就走过去跟他讲 说你看 现在都嬌生惯癌 这么小的看影片 眼睛不会坏才怪 是 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么小的不要看影片 也在宣导说 其实 那个是他们的按定计 给他看 给那个五六岁的 这就是坏习惯 对 怎么可以给这么小的小孩看影片 然后让他安静 不可能 这样他以后就吵着要手机 这样就是太 像家长其实这样子 是对小孩不好的 阿哥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到现在都没有给他手机 我跟他说 我现在还没有很需要 其实我自己也没特别要 我也没有一直找他说 我要使用 他说有时候会提 我可以吗 我就说再看看 然后他就不会再 那不错 他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有时候 我说给他看影片 电脑上看个影片 我给他规定说 30分钟 他自己会挑闹说 我说他以Siri 30分钟即时开始 然后时间到他就会停止 他有客制啊 对或者他跟同学 一起玩 玩线上游戏 比如20分 20分钟 20分钟时间到 他就会停止 要马上拖一点点 拖到25分这样 这还算 还算OK 这方面 那你有心上人吗 什么意思 他听不懂什么心上人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用語 时代的用語 时代的用語 有没有你喜欢的女生 现在吗 对 现在没有 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喜欢的人 那你什么时候有 那我之前在巴上的时候有喜欢的人 那我跟他交往一个月 然后最后就分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喜欢的人 他有喜欢的人 对他有喜欢的别人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吸引过来 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就是 好你如果不喜欢我 那你就去追别人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太想要去做 就是说 我没有太想不想说 你只能喜欢我 那我就说你喜欢我就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 那我就觉得说 没差 反正一个一个是 所以就换下一个 那同学就 所以我就有个渣 那个叫什么 称号叫渣男 你已经是渣男了 这叫我的称号 那妈妈 妈妈写了一本书 叫 我的渣男与逆女 渣男与逆女 逆女 渣男是他 逆女是逆女 对他当然用比较幽默的写 小时候互动 所以呢 有时候也要碰到他 看过妈妈的书 说 周小弟渣男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心里想说 其实我就觉得很不爽 就是那些阿姨 叔叔阿姨 就会觉得说 跟我很亲密 讲话就比较机车一点 然后说什么 渣男你好 我就心里想说 我认识你嘛 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是渣男 我会说 搞亲 搞亲密 搞什么亲密 我又不认识你搞什么亲密 青少年好难搞 我心里想说 对不起我刚刚有摸你也不好意思 没有 我心里想说 我心里想说到底搞什么怪 我跟你不熟 你跟我搞什么熟 我也不想跟你熟 我也不想跟你熟 正式叔叔阿姨叫渣男特别的 你会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有点过了 没有他叫你渣男 一般的叫还好 他会说什么 他的声音会有点 让你觉得有点恶心想吐 然后又说你会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是在讲好的还是坏的 或是你有时候会说 这到底是称赞还是 说嘲讽 对 在酸你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这样 叔叔阿姨就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 他说可以叫他罗小弟 不要叫他渣男 我觉得罗小弟 就是我觉得 蛮OK的 就不要超过来 那那个女生为什么吸引你 你爱他 那时候其实是我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 但是他喜欢我 我先不知道 那我十月多的时候 就跟他说 我也喜欢你 他就说 其实我之前就喜欢过 那就在一起 然后他也知道了 什么叫在一起 就是跟他 当做男女朋友 那一个月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可能 圣诞节那天就 刚好分了 那我觉得还好分就分了 我其实没差 你牵他手吗 没有 我这个人没有牵他手 放学会陪他 我放学会陪他搭捷 搭捷捏 假如他 对 我家住大安 他是 在内湖那附近 想牵他的手吗 不想 我真的 我没有牵过女生的手 我也没有 就是特别想要去 就是你要愿意就愿意 就没差 就两个人真心喜欢这样 有时候我放学 就 我可能就 比较 反正我放学都在二十 二十 反正我只要六点半前回到家 就没问题了 有时候就陪他坐到他那一站 然后再自己坐回去 因为原本我坐大安 所以是这样反方向 那他什么东西吸引你 是他很白衣 皮肤很白 他会跆拳道 有有有 那时候我觉得 你跟他打你输 我会输 他是红黑带 我会输 我一定被他打死 那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会跆拳道的 他是七年级 他比我小一届 那我觉得就是 他是一个蛮善良去对待别人的人 蛮善良 你喜欢善良 我是看 我不是外表型 就是可能他现在有说什么是 严控 严直 严控 对 或者是说 我是看就是你是真心的 第一个是你是真心的 第二个是你是善良的 你是否会 可能欺负别人 等等的 第三个是你是不是愿意 可能是不是真心对某 对我 或者是对某些人 特别善良 对 那我觉得就是你对别人善良 你会帮助别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就蛮好的点 那第二个我才会再入外表 因为外表是第二就是不太重要 如果你真真心的 那我觉得就还不错 是 是 阿哥什么时候会觉得该给他手机 我常常说 看状况 看状况 但是我想其实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差别 他跟他来讲 他在学校 手机要收起来 然后他回家如果要用手机 他不会 他走一走 就拿过来 他手机放在这 我就会 从厕所走出来 然后我想说 他放在桌上 他没在用 他在看他的电影 我这样 顺手 拿过来来用一下 放回去 他说你很顺手啊 我说对 我会很顺手 你爸爸对你很包容 对 我有电脑 就自己用电脑 你觉得你 这个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觉得这家庭就不错 能生长在这个家庭 其实是缘分 就是能够跟我爸妈 那我也能够去 在这个家庭 其实也是做一个成员 也是一个 就是 能够去做这个 也是一个蛮好的经验 那你觉得你爸妈 因为你还有个姐姐 你觉得爸妈有偏心吗 那是 那一集 他们有没有偏心我就不知道 我负责挑拨 他们有没有偏心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中立 就是两边都爱 两边都爱 对 两边都爱 他没有比较特别偏姐姐或偏你 没有 绝对没有 我没有爱你多一点 没有 我花到你时间比较多啊 那是花时间又不是爱 花时间不代表爱 你知道吗 但我花的时间都是爱 那姐姐可能就要哭了 那你有需要零用钱吗 我其实就是吃饭 可能 我爸妈给我去吃饭 我自己去吃饭 剩下可能二三十块 我自己留着 我就存起来 有时候跟同学出去吃饭 他们就会让我去吃饭 大概一个礼拜 可能礼拜五我们学校 其实都会办一个办聚会 可能全校或者全班 可能 因为我们八年级以前 早上出去吃饭 可能礼拜五 像大家都开始约 说什么 要不要去吃饭 那他可能有时候就答应我 你不能去 唉 我就觉得说 不能去就算了 有被禁足 不是禁足 他不会特地去限制我 不能去跟同学吃饭 他可能就是 一个礼拜五给我一次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就一次 就还好 对啊 他觉得礼拜 来自于吃饭剩下的二三十块 这样的累积就对 没有刻意说 爸妈要给你多少钱 没有我零用钱 基本上零块 那你也不需要 我也没有 就是太重要 他们给我绝运钱 我有时候学校贩卖机 我饿了 我就去刷一下 他们就问我说 你去刷什么贩卖机 我说我饿了 我喝点东西 喝点果汁不行吗 好可以 OK通过 或者被他们捏一下 好可以过了 下次来继续刷 因为我会留绝运钱 那有时候贩卖机 只能刷邮卡 那我有时候剩饭 就会贷20块 30块 我刷完之后 我再去绝运存那30块 我刷多少 我就存多少 这样就不会 就不会有事 我存 我甚至存超过 我花25 存30 了解 那你觉得爸妈对你 最担心 或者是说 最希望 你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最注重我安全 安全 安全第一 然后品格第二 如果倒过来就是 如果在家的话 就是品德第一 在外面就是品德第一 安全也第一 对这样子 就是他比较注重我这两点 关心我就是 你受伤了你还好吧 像我当时最扯的是 户外教学前一天 我脚就比较贱 逢六针 然后他们就 我自己弄了 自己弄了 然后他又说 你不能去校外教学 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去 我想去 他说你脚受伤 安全第一 我说好那我就不去 然后在家 每天都吵着说 我要跟他们视讯 我要跟他们视讯 就是我也想要参与他们 那结果 很不巧的我校长确诊 那我老师什么的 都拜拜了 所以大家都不能去 没有 有两个老师带去 两个老师去 然后带去选校 那几个人就不能去了 就跟我一样都带在家 我就和和和 为什么我不能去 然后每天都带在家 就为什么不能去 然后脚还受伤了 他就带我去 可能出去走一走 就说没事啦 没事啦 脚受伤就脚伤 你自己脚健 有时候他就偷偷骂我 我听得出来 我说你说什么 我脚健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开玩笑了 父子开玩笑 我觉得还好 嗯 爸爸对你不错 不错 他外面也会 就是餐会的时候 无聊 直接拿手机过来玩 他也没事他就去讲 那你希望 你希望 如果需要爸爸妈妈 有什么东西 你希望他们能够改变 我觉得他们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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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唠叨了 对其实 唠叨呢 唠叨我觉得还好 还好 还能忍受 对 因为姐姐其实 他也照顾我 我跟姐姐其实 最常玩就是 就是我跟姐姐是最常玩的 就是姐姐回来 我当然是跟姐姐玩 他们两个就 欸 拜拜 他们两个在后面 我们两个聊天 因为其实我跟姐姐讲 最多心事就是姐姐 那你在家 要不要做家事 会啊 就是可能 你在做什么 帮忙插桌子 讲好喔 真的吗 问爸爸喔 就是每天都会去做 你干嘛 插桌子 插桌子 摆餐具 摆餐具 拿碗筷 拿碗筷 或者是帮妈妈端菜啊 有时候妈妈会教我做菜 对 爸爸惩犯 会教你做菜 那天怎么早餐煮那个啊 哪个 哪个 什么哪个 煎香蕉 然后 那个真的很好吃好不好 煎香蕉 煎橘子 是我自己发了 我们家晚餐 是件很重要的仪式 因为妈妈做 这他就要父亲 事先讲 摆好碗筷 他也要帮爸爸盛饭 我不知道我们家就是 像他比较机车一点 就是他饭可能一两口 一两口是什么概念 妈妈有时候就是 可能饺子 饺子 饺子 怎样 就可能吃那个水饺 可能需要 他说他要十颗 妈妈说没有十颗 只有十二颗 他就只能吃十二颗 那两颗丢给我 所以就吃十四颗 这么计较啊 两颗也计较 对啊他两颗也计较 他不知道 反正他饭 我盛一碗 他说一口 我盛那么小 他说再许多一点 我想说一口 就只能一口 我就给他一口 他就是 就是一点点他的计较就是 对 就是我们家饭桌各座位置 他要做哪些事情 盛饭 可是在饭桌上 如果姐姐在 就是他们两位 就会共同 这个 我们会讲好说 谁是做 对 我们两个会有 可能假如我拜完很快 他就去拿占据 或者是 因为我通常是跟 就可能我自己去做 那姐姐看到他就会起车 然后开始帮妈妈什么的 他不想让妈妈念 妈妈想要念他 你不是从 现在开始都要自己洗自己衣服了吗 对我要自己洗衣服 你现在要自己洗衣服了 他的内衣裤内衣裤 袜子都要自己洗 他的那个 餐盒也要自己洗 对 那是妈妈 规定你开始要自己洗衣服了 对 因为你够大了 他某些生气的时候 不要出这句话 结果他就 旅行承诺就打 所以他是因为生气 所以讲这一句 对 妈妈说 你必须负起责任 因为你不懂得珍惜 你衣服都很脏 袜子就随便踩 东西回来 乱 一丢就乱丢 好像这不是你是 是妈妈应该做的 对 所以妈妈就规定她说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她开始要自己 洗衣服也不难 对 洗衣机 他是生活白痴 就是连电锅都不会用 然后煮饭也是我 就是妈妈不在家 妈妈交代我说 今天要煮饭 都我在煮 是你煮 我不是叫爸爸煮给你吃 他会把电锅炸了 他会把那个电磁炉 不知道弄到哪里去 然后他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所以她衣服是妈妈洗的 她不会继续 她会辨薄的喔 她 她还好 她就是 她就是 她是一个生活 她连刀子 她连我们家的餐具 在哪里 放哪里 都不知道 真的喔 她只会开冰箱 拿一个东西出来吃 那东西搞不好是妈妈晚餐煮的东西 妈妈就骂她 或是她连刀子啊 牛奶刀啊 都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她要问 好 好像今天热门后有够够够够够 其实你看得出来 其实你看得出来 我就是反正让她讲 我也不知道她会讲什么 她第一次上 那我想说第一次上广播 就OK 所以就真实的生活 爸爸也够忙啦 讲实在话 是 妈妈把家里料理的也很好 所以也不需要她真的去帮那些忙 是这样子 她也没必要白吃到连餐具都不知道 OK 好 这个我们访问的是罗文嘉 阿嘎 是民进党前秘书长 那她今天啊 这个跟她的罗小弟 罗亦恩 那一起来谈他们的家庭生活 因为这个家庭生活啊 就他们最近拍成一个实境节目 是在公司的客家台的礼拜天晚上七点半播出 叫带爸爸离家出走 我讲实在我看了 三集都看 真的很好看 那是一个很难得的节目 这个其实两代之间啊 这样子感情又可以更亲密 对 然后又可以学习 我看到你们去菜市场 去仪式场 我就觉得很感动 他也学习碰雨 不敢碰雨嘛 对不对 好那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收看 那也感谢两位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